开始了 开始了 大家晚上好 非常感谢CVAC李主席和大家的邀请 我今天给大家讲的主题 是围绕着健康 围绕着睡眠来讲 今天讲座的主题是如何有一个高品质的睡眠 先讲睡眠的重要性 睡眠大家一生 一天24小时 最低 平均 应该有三分之一 不到三分之一的时间 应该是在睡眠的过程中 所以睡眠第一个是能消除疲劳恢复体力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 睡眠期间我们的身体各个器官 包括胃肠道 都能得到非常好的休息 也能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合成我们体内 提供的各种能量物质的机会 在一个睡眠的过程中 对于保护我们大脑恢复的经历 也很关键 就是特别说我们大脑 在这个睡眠的过程中 它会帮助我们 这个大脑这个里边的这个什么 这些实际上有这个专门有观察 你在睡眠的时候 大脑里边的脑水循环 各个方面的都干啥的 进入比较快的这个状态 实际上是帮助我们 在这个大脑里边 我们一直在用大脑 里边的代谢产物 各方面都清除 让我们脑细胞非常好的规復 这样脑细胞储存充足的能量 这样醒了之后 你要大脑清醒 接着进行工作 做很多事情 那睡眠不足的人 会表现为烦躁 激动 或情绪萎靡不振 注意力缓散 注意力减退 经历的 相反的 如果这个睡眠充足的人 那就精力充沛 思维敏捷 办事效率也高 再一个呢 睡眠还能增加机体免疫力 恢复机体的这个机能 所以我们的免疫系统 也是在我们睡眠的过程中呢 帮助我们啊 这个非常好的休息 提高这个 各种外来的这个 病毒细菌的能力 第四点呢 睡眠可以延缓衰老 促进长寿 所以有一些女的 如果这个 睡眠很好的话 所以也有句话叫睡美人 那那睡眠好 那皮肤呢也会很好 也会厌长你的寿命 延缓衰老 所以呢 要想保持健康的体魄 一般呢 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一个呢 是新鲜营养均衡的食物 再一个呢 心情呢 要积极乐观 向上的心态 运动 要科学规律的运动 然后呢 保养 要适当地补充 必须的营养补充 再一个呢就是高品质 充足的睡眠 什么是高品质的睡眠呢 那你在床上的时间 要有85%是在睡眠的 我弄口水喝啊 抱歉 再一个呢 在30分钟以内能进入睡眠 睡眠中间起来的次数呢 不超过一次 入睡后中间醒来的时间 在20分钟以内 就是说你中间醒了 那你20分钟以内 那你就能重新入睡 最后呢 你睡眠达到的效果是 你早晨醒来的时候 感觉呢 身体轻松 精力充沛 那那失眠的原因啊 失眠的原因很多 一个呢 就是环境因素 环境因素呢 那如果周围有噪音呢 我们这个床啊 和这个被入什么不舒适啊 或者是这个 有强光啊 噪声啊 温度过高过低啊 都会影响我们睡眠啊 再一个就是行为因素 行为因素呢 就不良的生活习惯 像有些人 睡前饮茶 饮咖啡 吸烟 然后呢 经常呢 日夜班颠倒工作 职业班的人啊 长期这个夜间工作的人 这些人呢 身体都不好 然后呢 现在呢 就是大多数人 都是睡眠比较晚 很少这个什么呢 有人八九点十几点就睡觉了 很多人都是十一二点 一两点钟睡觉 然后这些呢 都是不良的这个行为习惯 再一个就疾病 疾病呢 就是这些 有一些慢性病啊 特别是这个 甲健康状态 或者是一些 神经系统的疾病 像神经衰弱啊 精神分裂症啊 情感性疾病啊 像更年期综合症 甲状腺功能不好的 心脏病 过敏性疾病 中枢系统疾病 什么高血压 膀胱炎 女性的生殖系统疾病 这些呢 都会干什么 都会 使我们这个 引起我们失眠啊 还有一些精神因素 精神因素呢 就是你压力啊 忧愁啊 过度的兴奋 愤怒 精神紧张 悲伤恐惧 这些呢 都是失眠的原因 再一个年龄 年龄呢 就是随着年龄的增加 越年龄大的时候 可能睡眠越不好 这个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有重要的原因呢 就是我们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呢 我们大脑 分泌的这个退黑素减少 退黑素减少之后呢 那你这个 睡眠呢 深睡眠的各个方面就受到影响 睡眠的时间也缩短 然后再加上有一些老年人呢 特别是有的男的 前来现在有增生什么的 晚上呢还经常这个洗液尿尿 这样呢就使睡眠的品质呢 进一步下降 再一个呢就是营养睡眠的 就是药物和嗜酒这些因素啊 那有一些人长期的使用一些安眠药 这样的就有依赖性 用一些平喘药啊 安定啊 利尿药 强心药 酱药药都有刺激的药物 然后呢以及中枢神经兴奋的这些药物啊 都会这个引起这个失眠 那我们到底需要睡多少啊 需要多少的时间睡眠是最好的呢 实际上这个东西呢也是因而而遇的啊 一般情况下是六到九个小时 那许多许多人大家平均呢 就经常说每天八个小时的睡眠 这个呢是相对比较好的 那呢 睡眠的时候呢身体的修复 修复我们这个身体的时间啊 老年人呢他的睡眠呢往往是变少的 那那八小时睡眠 八二十岁睡眠呢 这个大家最最关键的呢 就是什么呢 一个是时间 再一个呢 我们睡眠的时候 分这个浅睡眠和深睡眠啊 总共呢通过我们 这个脑电图脑电波的观察 大脑这个电的活动 那那总结出来呢 我们睡眠呢 分一二期 三四期 五期 实际上哪个期是这个 什么呢 是这个深睡眠呢 三四期啊 是深睡眠 那那关键是我们呢 要有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啊 就是说呢 时间是一方面因素 另一方面呢 你要把这个睡眠呢 一直非常完整的一个周期完成了 然后呢 再来下一个完整的周期 那有一些人如果呢 像职业班 我们当医生就有这种体会 有什么体会呢 你加在一起 睡的时间呢 也不少 但是如果你中间起了两三次 处理病人 到最后你第二天的感觉 跟你呢 平时不止夜班 是完全不一样 就是说有些时候 你知道你中间要起来 你睡的呢 也比平时早 甚至早晨起来的时候呢 起来的也比平时晚 加在一起呢 也是八个小时 但是你中间起来 三四次四五次 实际上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中间呢 没有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 中间呢 经常给你打乱了 这打乱的结果是什么呢 打乱的结果就是使你这个 可能是你正在浅睡眠的时候 没有进入深睡眠的 你就起床了 然后就处理这个一些事情 回来再睡一会儿 然后呢 又没进入深睡眠 然后呢 你或者是深睡眠进入一半 或者是刚把深睡眠完成了 这个第五期没到呢 反正没有一个完整的周期 你就起来了 这样呢 你这个整个睡眠期间 完整的这个周期少的话 你整个睡眠的品质呢 就受到影响 睡眠呢 是生存的基本需要 是正常的神经系统功能 所需要的 它能促进我们大脑的功能 减少细胞中蛋白质的分解 特别是深度睡眠啊 这时候呢 我们会 还会释放生长激素 所以小孩和年轻人 那不能让他们总玩手机啊 这个不睡觉啊熬夜啊写着作业啊 这些对身体都不好 就是说呢 一定保证充足的睡眠 在深睡眠的时候会干什么呢 我们大脑呢 是合成和释放生长激素 释放生长激素呢 是帮着长个的啊 所以年轻人这个保住睡眠非常关键 那非常遗憾的是什么呢 人类是唯一一个会剥夺自己睡眠的物种 而且呢 这个举动呢 不会明显收益 就是没有好处 这是一个医生说的啊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什么 人类这个干什么啊 实际上是别的动物没有这个行为 就是人 人有时候故意的这个什么 看电视 看手机 聊天 反正不管啥原因 到睡觉的时候不睡觉 长期睡眠障碍 对引起常见的伪害是什么 那呢 你看长期这个睡眠障碍 导致各种疾病啊 包括我们平时经常的什么 精神萎靡 头疼 头晕 食欲不振 然后严重的 会有肥胖 高血压 心脑血管硬化 恶性肿瘤 肢脚管 肖酸 溃痒 糖尿病 性功能障碍 这些东西 都跟这个睡眠啊 睡眠障碍有关的 研究发现 睡眠缺乏呢 可以使胰岛素的敏感性 降低40% 这胰岛素的敏感性 降低之后 那非常容易肥胖 高血压 糖尿病 长期睡眠不足人呢 心脏病的发病率 几乎是普通人的两倍 在精神心理科门诊呢 90%的精神心理疾病患者 最初的表现为 睡眠障碍 可见睡眠 一半一半一半 发病的关系啊 长期睡眠障碍呢 可以加速机体的衰老 那你会干什么 黑眼圈啊 这个皮肤的这个 粗糙啊 皱纹啊 头发容易脱落呀 精神伟迷 头晕心计 这个腰洗衰远 亦寒亦热 这些啊 容易感冒 很多因素 然后呢 并且还有人发现啊 经常失眠的衰老速度 是正常人的2.5到3倍 你看 你这衰老速度都会坏倒 一天睡眠不足 76%的人 第二天的免疫力大幅下降 因此睡眠不足 是易催催老 尤其是老年人 那那长期睡眠不好 可以明显增加 老年痴呆症的发生危险 睡眠障碍呢 能破坏大脑的印制功能啊 这样呢 就使你这个容易忘 这个记忆力减退啊 做事这个丢东西啊 这个丢三落四的这些东西 此外 睡眠不好呢 也会导致我们的理解 判断 思维能力下降 这样也会影响 我们的工作 学习生活 这个兴趣下降 或者缺乏 对这个事情缺乏 这个什么 兴趣缺乏 或者下降 然后呢 随着记忆力障碍 你会发生 欲加重人的智力表现 也会出现衰退 故而呢 你的学习 工作 生活能力 随之下降 所以这个 睡眠障碍的伪害啊 那像其他别的伪害呢 它可以导致一些 心理功能的这个遗场 所以呢 这个有关研究显示 长期睡眠不好 容易誘发 誘发抑郁症 焦虑等多种 精神心理疾病 严重的甚至誘发 自杀体验 那呢 失眠的治疗 现在有哪些方法 一个呢 就是我们大家用的最多的 就是药物治疗 药物治疗呢 是 这个产生效果 比较快啊 就是说你这个实在 睡不着觉了 你就用上这个 安眠药的话 那过一会儿是能睡着的 那药物治疗呢 是短期有效 但是呢 长期效果不好 还有依赖性 这是药物治疗 再一个呢 就是行为和印制治疗 这个行为印制治疗呢 主要就是 有一些有压力的 或者精神有问题的 那影响 睡眠的这些人 主要是通过呢 一些心理辅导和精神 各个方面的 这些呢 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那呢 长期效果比较好 第三个呢 就是功效燃养素 这些食物补充品 这些食物补充品呢 实际上也是因因而异 特别是呢 一些年龄大的人啊 当然一般的呢 是越到年龄大的时候 那食眠或者睡眠不好的 这个几率呢 又增加 那呢 睡眠呢 如果他这个体内的 营养素缺乏比较明显的话 那你把营养素 食物补充的各种 这个什么补充品 给它补足了之后 那食眠的改善呢 会非常明显的改善 那这是常见的一些 安眠药啊 这个百二弹瓶类的 然后呢 有非百二弹瓶类的 三环抗郁剂这样的 然后退黑素受体 这个滞效剂这样的啊 这些都是 那安眠药呢 有一些副作用啊 哪些副作用呢 有些人出现头晕眼花 然后有的人第二天呢 头晕头疼 有的人呢 出现这个恶心 这个食欲减退 然后呢 白天的记忆力不好 反应变慢 然后有的那个安眠药 吃去时间长 等到第二天的时候 还有失岁的这种 这种症状 然后基本上 所有的安眠药呢 都会有依赖性和耐受性 就是依赖了 你不吃这个东西 你就睡不着觉了 然后或者是吃一段时间呢 他就没笑了 那今天呢 也是重点给大家讲究什么呢 怎么通过生活方式这个方面 饮食啊 特别是一些营养素 功效营养素 来帮助呢 我们有一个高品质的睡眠 哪些功效营养素 对这个微量元素 对于我们的睡眠很重要呢 第一重要的就是鎂 鎂呢 它是一个身体和大脑的放松剂 就是说呢 它能吃我们整个身体呢 睡眠比较快的入睡 然后呢 还能保持那深睡眠 让我们整个身体大脑都放松 并且呢 我们现在呢 就是因为鎂本身呢 它跟跟钙差不多少 它呢 不容易溶于水 所以呢 这样的这个元素呢 一般的呢 也不容易吸收 所以呢 很多人呢 都重视补钙 那呢 这个不重视补鎂 实际上 钙和鎂呢 头等重要 甚至我都认为 那鎂比钙都重要 那鎂呢 它能使我们的整个腹胶感神经啊 这个处于一种的平静放松的状态 什么是腹胶感神经 就是植物神经啊 就是管我们的心跳啊 呼吸啊 胃肠啊 然后你情绪不好了 你胃肠就不舒服 或者是有些时候 你压力大的时候 胃肠蠕动变快 这些东西都什么调控的呢 都叫护胶感神经调控的 又叫植物神经系统啊 所以这个鎂呢 能使这个植物神经系统 护胶感神经系统呢 够于平静和放松的状态 鎂呢 也能促进神经地质 像这个血清素和多巴胺的合成 那这些神经地质呢 能讲信号 传递到神经系统和大脑 然后呢 鎂还能帮助什么 还能帮助退黑素的分泌 这是鎂的一些好处啊 促进头部苏食啊 促进肌肉的这个苏食啊 支持这个心血管健康啊 维持正常的血压啊 促进硬质健康 使用于哪些人呢 使用于压力大的人 使用于一些老年人 由于身体不实 难以入睡的这些人啊 那鎂呢 是鎂和钙额一样 都是比较难吸收的 所以呢 推荐大家呢 用isotonics这个品牌的鎂 这个isotonics这个品牌的鎂呢 吸收率比较高 这个 比较那个什么 它能提供百分之百的 每天呢 这个鎂的需要量 然后整个isotonics这个品牌呢 它吸收率可以达到95% 有55%的每个人 美国人 也就一半以上的美国人 在干什么 他们的鎂呢 是缺乏的 这个摄入鎂是不足的 那呢 跟鎂同种重要的 还有一个钙 钙呢 它也是 对于我们的神经系统 特别是帮助我们大脑 利用氨基酸和色氨酸 来制造呢 这个退黑素 都是需要钙的 钙呢 也能使我们 帮助我们的肌肉收缩啊 所以钙呢 是生命的元素的 然后呢 对神经系统 也是一个关键的因素 像小孩 有一经一下的 稍微有点动静 然后小孩一下子 就醒了 或者是哭了 这样的孩子呢 基本上都缺钙的 所以这个通过小孩 这个一经一下的 就是证明什么呢 证明这个钙呢 跟神经系统 这个也都是密切相关的 所以呢 这个老年人补钙 补好了的话 除了对预防骨脂疏松 骨头好友好之外 也能让我们的神经系统 相对的放松 然后呢 促进睡眠啊 让你睡眠的品质增加 这个呢 也是Isotinx的这个钙啊 Isotinx的钙和鎂 是目前市场上 所有的钙和鎂 这些质剂里边 它吸收率最高的 它呢 能帮助健康的免疫系统功能 和整体健康 支持正常的神经传导 能促进呢 荷尔蒙的分泌 就是我们这个激素的分泌啊 生长激素啊 这个 褪黑素啊 这些 也能帮助维持健康的血糖 再一个呢 就是这个B毒维生素 B毒维生素呢 我们现代人类的饮食状态 是严重的缺乏B毒维生素 为什么呢 因为B毒维生素 主要存在于骨类的壳里边 但是我们现在大家吃掉 基本上都是精加工的这个白米白面 那那精加工的白米白面里边的B毒维生素啊 这个很少很少 然后呢一些骨类里边虽然呢B毒人素多一些 像这个玉米啊小米啊 这些里边都比较多 但是呢就是有一些这个骨类呢 它主要存在壳里边的 那壳呢都是干什么了 都已经像我小的时候生长在这个东北的农村 那些玉米啊什么 不管小米什么的 那个骨类 把它碾成米的时候 咳呢都喂猪了 所以那个猪肉特别香 那个我们吃的那个骨类里边呢 那个淡言了那个玉米和小米 它是黄色的 它那个黄呢实际上是B毒维生素的黄 B2它是黄的 所以那整体来说呢 我们现在的人类 我们的食物里边 严重的缺乏B毒维生素 缺乏B毒维生素的结果是什么 结果呢就造成我们很多人压力大 然后呢情绪也不好 B毒维生素这个提供了我们身体很多啊 跟健康相关的这个重要性 能量代谢也好啊 甚至呢对端粒的保护也有好处 端粒是什么东西 端粒呢就跟我们这个长寿相关的 那不是有的人这个说这个IMN这个什么吗 能这个让这个端粒呢 这个缩短的慢点 这个端粒缩短的越慢 它呢你这个寿命越长 所以呢这个B毒维生素有没有这个作用 也有这个作用 因为那个IMN呢就是 是维生素B3中间代谢产物啊 B3就是呢这个B3在这个体内代谢 一段时间之后就可以变成IMN 所以它实际上严格来说呢 B毒维生素呢跟我们那个长寿都相关的 抗老化长寿 然后保持DNA的完整性啊 特别对吸血管健康 然后呢能触及同型半股胺酸的这个水平 中国人啊有很多的这个高血压的人 实际上呢都是同型半股胺酸高的这种类型高血压 所以现在呢也叫H型高血压 同型半股胺酸的第一个字母是H 所以叫H型高血压 那呢并且呢我们亚洲人呢有一些基因变异 不能让B毒维生素活性化 所以呢这个我们的亚洲人啊 我们中国人补B毒维生素还要补活性的B毒维生素 那呢这个B毒维生素里边的B3B6和B12都参与褪黑素的合成 所以呢你褪黑素合成多了 那你睡眠那就变好了 然后呢这里边的活性的形式就是B6呢是磷酸化的 这个B12和叶酸呢是甲基化的 这个呢也是B毒维生素的一些作用 对我们很多这个身体各个方面啊都有这个作用 然后还有一个产品呢 它也是这个Isotronics品牌的 它呢这个叫特恩档这个产品 特恩档这个产品呢 它主要档嘛 英文的档呢就是让你这个安静 主要呢能让你促进放松稳定情绪 也能呢提供这个抗氧化的保护 促进你硬质健康 对呢因为你放松了情绪也稳定了 所以对很多人的健康的睡眠的品质 也有促进作用 所以这个特恩档呢 它能让你呢比较好的比较快的进入睡眠 然后呢如果你褪黑素分泌的在比较好的话 就进入深睡眠 所以这个特恩档的这个产品呢 使用于哪些呢 使用于压力大 然后呢睡眠呢断断续续的 这个很难入睡的人 就是通过这个呢 主要是让你减压放松 然后呢促进你的睡眠 这个呢就是我们体内的 左旋色胺酸的代谢过程 这个色胺酸呢 在这个B3的作用下 那呢转化成五腔色胺 然后在B6的作用下又转化成血清素 血清素呢在白天的时候 就是让我们这个精神的快乐 在晚上的时候没有阳光照射的时候 在维生素B12的参与下 就合成退黑素 所以呢这个左旋的色胺酸 在退黑素的合成的过程中 是非常关键的 它是退黑素合成的原材料 那呢特恩档这个产品里边 就非常重要的 它里边有500毫克的 左旋色胺酸 除此之外呢 还有维生素C 钙铭 烟酸也是B3 然后B6B12 这些B族维生素都有 那呢除了这些微量元素啊 钙铭啊 B族维生素之外 还有一个呢跟我们睡眠密切相关的 就是天然的触进睡眠的因子 叫什么呢叫退黑素 这个退黑素是在我们身体内本身就产生的 在什么地方产生呢 在一个叫松果体的这个脑中产生的一个 神经类的这个激素 这个激素什么时候产生呢 在黑暗的时候 那这个刺激松果体就能产生和释放 但是呢如果你有光的话 你精神这个有阳光照射或者灯光照射的时候 它就不分泌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睡觉的时候要关灯呢 你只有关灯 没有这个光的刺激 然后呢你这个大脑这个什么呢 这个脑垂体呢 才能分泌这个松果体 才能分泌这个退黑素 血液中的退黑素的含量呢 在睡前是最高的 左旋色胺酸是这个退黑素合成的前提 鎂呢也是它合成的前提 所以有时候呢出差也好 我这个神经类型还是稍微有点这个精神的神经类型 所以呢出差换地方啊 或者是一般出差都出去办事嘛 听课或者讲课 特别是讲课的时候 那你第二天你是主讲 所以也是有一些压力和这个 和这个什么呢 所以呢一般的情况下 我在出胎的时候 我都要这个吃这个含有退黑素的成分的这个 刚才讲那个特温大 再加上呢含退黑素的这个 营养补充品 那我睡眠呢就是既能比较快的入睡 同时呢又能保证进入深睡眠 所以有一个产品呢 叫Prime Sleep这个产品啊 它里边的主要成分呢 就是这个Megatonic啊 Megatonic呢它就是主要就是这个什么退黑素 那这个就是专门讲 Megatonic的这个是从松果肌产生的 然后有光粒敏感依赖性 然后呢 它也跟其他别的激素同步分泌 具有昼夜节律 就是因为它有昼夜节律啊 所以呢这个退黑素呢 也是我们为什么有时差的这个什么 这个原因 因为呢我们不管是生活在哪个国家 我们每天晚上都习惯 12点睡觉 假设 那我们的脑垂体呢 到12点的时候就开始 实际上从12点之前就开始分泌一些 这个退黑素了 所以你慢慢越来越困了嘛 然后就睡了 所以呢你每天都已经习惯 这个时候分泌了 所以呢它的分泌呢 还有昼夜节律性 这就是我们回到中国了 那美国的时间 这个12点的时候 那因为中国是白天嘛 那时候呢它也分泌退黑素 所以呢它就出现这个时差嘛 所以到那时候它就困了 但是为什么过一段时间 时差就倒过来了呢 因为这个退黑素呢 它还跟这个光的敏感性 所以有光的敏感性 所以你不睡觉 然后你一直坚持那什么 白天光的刺激的分泌就越来越少了 过了几天它就不分泌了 然后就变成什么 变成晚上了 晚上的时候你那个什么 你那时候这个睡觉了 然后呢你也没有光线这样大的 然后你就睡着了 慢慢时差就倒过了 所以时差的原因就是这个退黑素啊 所以呢有一些 像我回果的时候 或者干什么的时候 我用什么来倒时差 就用这个退黑素倒时差 晚上睡觉的时候 吃这个退黑素 两天呢一两天 这个时差马上倒过来 不用的 有的人倒三四天或者倒一周都不用 所以这退黑素的一些好处啊 它也能有抗氧化的功能 对综合自由基啊 抗炎呢都有这些作用 所以这个产品很好 对于维持这个血糖的水平也有作用 这个产品里边呢 除了还有刚才讲的天然的退黑素之外 这里边还有左权色胺酸 刚才在这个特兴档里面不讲左权色胺酸了吗 那呢 它就是促进这个退黑素的合成的 然后呢 还有一个左权的查胺酸 左权的查胺酸呢 它能跟伽玛氨基丁酸 协同作用啊 然后呢 也产生五腔色胺和多巴胺 来缓解你的疲劳 让你镇静 促进睡眠 然后这个血草根 血草根呢 是很多这个卖保健品的商店里都能发现这个东西 它呢 是一种植物的提取物 它能促进伽玛氨基丁酸的 这个释放 所以呢 它也能促进我们的睡眠 然后还有啤酒化 啤酒化的作用呢 跟这个血草根作用差不多少 也是通过这个神经地质啊 伽玛氨基丁酸的水平 来让你这个放松 促进睡眠 所以这个prime sleep呢 里边主要是这个退黑素 然后再加上左权的 这个色胺酸 左权的查胺酸 再加上血草根和啤酒化 它们综合作用的结果 就是让你呢 比较好的进入第三和第四阶段的深睡眠 所以呢 想这个让睡眠变深的人 这个效果更好 想改善睡眠品质的 这里边有都是天然的嘛 有天然的草本的这个植物 然后大致它的作用啊 就促进睡眠放松 改善睡眠品质 帮助你入睡 然后呢帮助你保持呢 睡眠的安稳 那呢对于这些旅行的 然后呢这个 下令时更换的 实际上这就相当于干什么 相当于我们倒时差的时候啊 然后呢 几巴倒的这些隐士 那呢压力影响睡眠的 偶发性的碎片是睡眠的 与年龄相关的睡眠 像老年人 褪黑素分泌减少了 那呢 这个 你就得适当的补一些 也可以的 这个基本上没什么副作用啊 那呢 也有的人长期吃也可以的 当然呢 对于你相对比较年轻的人啊 不主张长期吃的 那老年人呢 就是你分泌这个减少了嘛 可以适当的吃的 这个就是整个的 prime sleep的一些功效 它让你呢 进入深睡眠 主要是这个三四肌睡眠 让你身体呢 分泌生长激素 和一些有益的荷尔蒙 然后也呢 增加体内的褪黑素 帮助呢 进入自然的睡眠 然后醒了以后呢 你会感觉呢 精神很好 然后也没有头疼啊 疲倦的这些东西都没有 这两个产品 一个是 特恩大 也能帮助睡眠 一个是呢 prime sleep 也能帮助睡眠 他们俩呢 就是说什么呢 对于这个年龄稍微大点的 体内呢 严重的缺乏一些钙 美压力大 然后呢 这样的难入睡的这些人 这个效果比较好 所以他特恩大嘛 特恩大呢 他能减轻你这些焦虑啊 然后这个像一些 记忆力下降的一些人呢 他都能帮助改善呢 然后能快速的进入睡眠 这个呢 因为是里边 你这个氨基酸 钙 美 维生素C B毒维生素为主 所以这个产品呢 是可以长期服用的 白天也可以服用 就是说白天呢 他要你这个情绪稳定 特别是有焦虑症的人 但是呢 他白天的时候 基本上你吃完这个之后 也不会头晕头疼困 这个肯定不会的 他那就主要就是 把你这个压力给你减轻 让你呢 比较这个情绪比较稳定 这个是腾大 这个Prime Sleep Prime Sleep呢 用于哪些呢 就是年长的 年长的人本身分泌 退黑素少的 或偶尔不规律的作息 或者是肝病导致的 睡眠不深呢 多虑多梦啊 睡眠困难呢 那就用这个产品 或者早时差 就用这个产品 他能让你进入深睡眠 提高睡眠的质量 一般不主张呢 长期服用 但是呢 有一些年龄 大到一定程度的啊 八九十岁的 要是睡眠实在不好的 那你每天吃 补一些 本身你缺这个东西嘛 适当的补 那是可以的 还有一个产品呢 就是对于这些 更年期的时候 引起的这个什么 引起的睡眠不好的人呢 我也用这个产品呢 也帮助过他们的这个 改善睡眠 那这个产品呢 它实际上呢 不是针对于你 睡眠好坏设计的 主要是针对于 更年期综合症设计的 因为呢 这个就讲更年期的原因嘛 更年期的原因呢 是我们体内的 生长激素分泌减少 整个激素的水平降低了 所以呢 它就出现 这个更年期的症状 所以这个产品呢 是这个抗老化里边的 一个精品啊 它呢 主要是促进 人类生长激素的分泌 它里边这些成分呢 很安全 很自然啊 那呢 你看叶酸 是我们避充温收素的一种啊 然后鎂 刚才叶酸和鎂都讲了 然后左旋的精氨酸 左旋的骨氨酸 左旋的精氨酸 天冬氨酸 左旋的赖氨酸 都是一些左旋的氨基酸 是我们体内必须的氨基酸 然后还有牛黄酸 糖胶 初乳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脑垂体啊 这是脑垂体的放大头 它呢 会分泌生长激素 这个生长激素管什么的呢 是相当于我们整个内分泌系统的 这个调控的主要的这个司令部啊 生长激素呢 会让我们触及我们甲状腺的分泌 然后呢 也触及我们肾上腺的功能 那肾上腺呢 它会分泌什么肾上腺皮脂激素 它能管我们的这个压力啊 皮脂醇啊 然后这个 全不同的代谢啊 全在这里边啊 然后呢 就是性腺 性腺呢 女的就是卵巢这个分泌雌激素 男的呢 就分泌这个雄激素 所以这个HGH呢 是整个调整我们内分泌系统 那外边也有生产什么羊胎素 什么这些东西 那羊胎素这些东西呢 实际上是属于呢 它里边也还有一些这个羊的这个HGH啊 那人和这个动物的HGH这个激素呢 他们有这个什么 有同源性 因为他们氨激酸的结构是一样的 所以呢 他呢 这些动物的这些HGH 也能呢 在我们体内呢 发出一根HGH相同的作用 那这些东西呢 以前都有人用啊 它也能改善睡眠各个方面 然后这是外边的一些羊胎素 当然现在呢 就是因为基因工程的高高度的计划 科学快速发展 还有呢 用这个基因工程生产出的HGH 这个现在很便宜 那有一些人练肌肉块的时候 主要要用一些HGH 那帮助他在解合的这个什么 解合的一些氨基酸呢 蛋白质啊 然后你在使劲练 就帮你把肌肉块练出来 这些都能用 然后还有 有的公司卖HGH凝胶 但是这些东西呢 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这些东西呢 是外来的 人工合成的这些HGH 那呢 虽然呢 它会对我们甲状腺 肾上腺 性腺 都有这个改善作用 但是我们体内呢 有个负反汇机制 什么叫负反汇机制呢 你外来的给这些东西 给的挺多挺好的 然后呢 它会反过来 抑制我们脑椎体 抑制我们脑椎体 自然的合成这个生长激素 所以呢 又叫负反汇作用 所以这些东西呢 虽然你用完之后 对身体有好处 那你会促进睡眠啊 然后让你皮肤变好啊 让你变得更年轻啊 这些东西都会有 但是因为 这些是外来的这个生长激素 它呢 虽然能让我们甲状腺 生长腺 性腺 分泌各种激素增加 但是因为它有一个 负反汇意志 实际上是把我们大脑 对脑催体抑制 抑制的结果就什么呢 就是你一旦停用这些东西 你一下子呢 因为你脑垂体萎缩了嘛 脑垂体分泌生长激素 进一步减少了 那你一下子就变老了 或者是你原先 睡眠还好 又睡眠不好 所以这个 Altroprima这个产品呢 它是干什么的 因为它都是氨基酸的成分 并且这些氨基酸呢 都已经研究好了 是保护我们脑垂体 给我们脑垂体呢 增加营养 促进我们体内的 自然的分泌生长激素 所以呢这个产品呢 它就是强调什么呢 强调安全自然 所以对于我们睡眠啊 特别是更年期 综合症引起的睡眠 是很有光度的 这里边有这个 左旋的精氨酸 有肝氨酸 有左旋的骨氨鲜 有牛黄酸 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 Altroprima的 这个主要的一些作用 半是跟我们老化相关的这些啊 生长激素分泌减少啊 特别性功能减低这些东西啊 都能改善 皮肤啊 肌肉啊 然后头发啊 这些啊 提高能力 提高耐力 改善性能力 并且这个改善性能力 不管是男的和女的 都能改善 因为那生长激素分泌增加了 促进生长激素分泌增加的结果 就是也能让我们这个什么 这个雌激素和雄激素分泌增加 然后特别是对更年期综合症的症状 然后甚至对血压呀 胆固醇呢 都有好处 所以这个产品呢 有一些因为 更年期综合症 引起的睡眠不好 效果还好 然后呢 这个是护理油胶囊 这个呢 里面主要有这个什么 二水的胡鼻素 欢迎补温甘钛 和田钛根的取取物 它主要干什么呢 主要就是 促进我们肝脏解毒排毒 抗氧化 然后呢 也能给线力体增加能量 所以这个产品呢 因为它能促进肝脏解毒排毒 如果我们肝脏里面的毒素 比较多的人 那么用这个产品之后呢 它的睡眠呢 也会很好的改善 然后呢 还有清肝胶囊 这个呢 就是主要对这些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的 这个银 那呢 吃了很多垃圾食品的人 这个肝功能呢 不好的人 用这个清肝胶囊啊 清完之后 那那睡眠也会改善 有的人清完了 清肝这个清完了之后 那睡眠马上变好了 这些案例我们都有 然后呢 这个是姜黄素 姜黄素呢 它主要也是帮助肝脏解毒排毒的 那是通过帮助肝脏解毒排毒 也能让不好的细胞凋亡 实际上它对于这个什么 对于肿瘤呢 也有预防作用 对于肝脏有问题的人 引起的睡眠不好 这个 这个姜黄素啊 Cocumine egg trim 效果很好 然后呢 如果这个人压力比较大 然后呢 也有一些精神症状 或者疼痛各个方面的 体内有炎症什么的 那美国那边呢 还有凯纳碧昆 估计加拿大可能没有啊 因为这个什么 这个凯纳碧昆呢 它里边是两种成分 一个成分呢 叫全普汉麻油 这个全普汉麻油里边呢 每一粒里边含有 170毫克的 这个大麻二分 叫CBD 这个CBD呢 它呢 既有这个什么 既有这个大麻的这个镇静啊 然后解除疼痛啊 抗炎啊 抗氧化的作用 同时呢 又没有依赖性 这个大麻二分没有依赖性啊 四清大麻有依赖性 所以这个呢 就是吃这个也不会有依赖性 这个是全普汉麻油 除此之外 这里边有黑草虫子油 黑草虫子油呢 这个英文就是 所以这个 这个产品呢 是摆这个 这个叫 凯纳比坤的前边的 这个凯纳比和这个 后边的合在一起 就出 就变成一个新的单词 凯纳比坤 这个汉麻是工业大麻 就是说呢 这里边的四清大麻的含量 低于0.3% 所以呢 它没有这个什么 依赖性 这个就是这个凯纳比坤的一些作用啊 镇静 安神 稳定情绪 支持记忆力 印制和注意力 对吸血管健康 对于正常的体重 对于抗炎抗氧化 对于肢脊管扩张都有好处 所以这个产品呢 就是对那些 情绪 精神压力大 各个方面的人 触及睡眠效果比较好 总结一下啊 如果是压力比较大的人 实际上呢 除了用这个 特恩档啊 或者凯纳比坤之外 今天没时间讲啊 实际上也可以用 Blaze 对于和这个 X 这两个产品里边呢 大多数成分 他们是接近的 然后呢 他们主要呢 里边是一些 植物的食用员 什么叫食用员呢 就是说你压力大的时候 那你这个情绪焦虑的时候 它能让你大 让你稳定 然后呢 如果你很抑郁 情绪不好的时候呢 它也能让你稍微happy一些 所以这就是我们自联界 这个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 这个 这个草本植物 它就有这个作用 一些食用员就有这个作用 它让你食用环境 而不是说简单的用一些药 用一些药呢 有些人呢 这个焦虑 这个 比较狂躁的时候 用那些 抑制的这个药 就变成这个 抑制过分了 就是违逆不振了 就变成抑郁了 有些抑郁的人呢 要用一些 让他这个 振奋的药 用多了呢 他又过劲 但是食用员这个东西呢 它不过劲了 就是找一个平衡 这两个产品都很好 就说如果想减压的话 那呢 就我不也讲 B毒维生素和美了吧 然后维生素C配合的 那减压效果比较好 那呢 也有一些 中药草本精华 在减压的过程中 这两个产品呢 是我们在这个疫情期间 开发出来增加免疫的 但是因为这里边呢 都是一些 特别像这个 也没有胶囊啊 里边有什么西洋参啊 有这个云芝啊 有这个什么呢 也有心啊 美啊 这些东西啊 所以呢 他们呢 也能不同程度的 触及睡眠 这个你看看 增加免疫力的东西 实际上是跟睡眠相关的 你看你这个 既能跟这个增加免疫力 同时呢 又能镇静 也能促进睡眠 睡眠好了 也能增加免疫力啊 然后呢 大家要做好基础保健 这个基础保健 就不讲太多了 上周讲过一次 然后呢 大致啊 如果这个人 是一般的普通人 然后呢 年龄也不是特别大 然后呢 你最近的一段时间 稍微有点睡眠不好 或者压力大一些 或者是呢 你这个 反正就是说 你这个 睡眠不好呢 不是特别严重 一开始的时候 就可以适用这些产品 这个是 DLA三手啊 里面有钙 活性B组维生素 综合维生素 OBC 早餐 喝一袋这个 DLA三手 晚餐前 再喝一袋 特兴档 有的人呢 这个睡眠不好呢 一切就改善了 然后呢 对于一些 稍微有点严重的人 除了呢 用这个普通的 DLA三手 和这个特兴档之外 你也可以加呢 Prime Sleep 这里边有这个 褪黑素 还有一些植物的提取物 然后对于年纪比较大的 特别是到更年期以后的 这些人 除了用这些基础保健 和Prime Sleep之外 如果你加上这个 Arto Primer的话 它可能呢 效果就更好一些 那那概括起来啊 这睡眠不好 推荐大家用 可以适当的 清肝清肠排毒 然后基础保健 特兴档 像这个维生素D 实际上是很重要的 这个配合的 这些东西用呢 那效果更好 然后B毒维生素美 然后年龄大的 要用这个Arto Primer 然后Gram Sleep 这个姜黄素啊 和清肝胶囊啊 这些能促进肝脏 解毒排毒的 也能对睡眠呢 有很好的帮助 所以呢 睡眠呢 是一个很难的 这个问题啊 但是呢 我们通过一些 营养素 通过一些健康的 生活习惯和方式 完全的能把 睡眠一点点调好 那这个呢 是一个58岁的女性 她从更年期的时候 开始睡眠就不好 每一晚上呢 只能睡三四个小时 会多梦 经常使用各种安眠药 那整天感觉到 批发无力 睡眠不好 但是第二天 是批发无力的啊 然后我呢 就主要给她用 Daily Session 就这个东西 然后还有美 还有呢 这个Arto Primer 这个 然后还有呢 Prime Sleep 当时呢 叫Prime Dream 这四样东西 两个月以后 每晚的睡眠呢 就变成六到八个小时 她看着我的时候 那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原先呢 就是那种 稍微有点这个情绪 和这个什么 反正就有点 这个萎靡不振的感觉 那等我调了两个月之后 再见着那红光满面的精神 精力体力 各方面都很充沛 哎呀 她跟我说 说这么多年呢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个睡眠这么好 这个就是十年的一些治疗啊 那你就再回顾一下 药物治疗是短期有效 长期呢 效果是不好的 有依赖性 然后呢 你通过一些行为 心理各个方面干预啊 特别是因为压力引起的这些人 或者是本身就有一些抑郁症啊 这个焦虑症什么这些人 那呢 要进行行为硬直的调理 主要是心理学的各方面调理 这个看心理医生啊 或者自己调理啊 或者家人帮的调理啊 那这个呢 是长期的效果比较好的 也包括运动啊 运动啊 做一些这个什么气功什么都可以的 再一个呢 就功效燃氧素 这些食物补充品 也能对睡眠有好处 特别是年龄大的睡眠 那很多人过了六十七十 就退休了嘛 退休了你有没有压力 除非你能什么啊 这个帮的小孩照顾孩子 也有压力的 或者是有一些老人跟那个什么 跟这个婆婆跟儿媳妇关系不好 那有压力 除了这些人之外 大多数人没压力的 但是很多人都缺什么呢 都缺钙 缺铭 缺这些B毒维生素 缺维生素D 这些东西呢 就是如果把这些东西都补充 足了之后 虽然刚才讲的比较多啊 但是B钙美 这个这些基础啊 综合维生素什么的 维生素D什么的 这些基础东西补好了呢 有很多人呢 他睡眠也改善了 温馨提示 怎么温馨提示呢 就是说长期的慢性失眠 绝不能依赖药物来治疗 这样呢 你就是饮酒止渴 药物用的量越来越多 越来越大 一定得找着一个切入点 用非药物的方法 现在的药物都有依赖性的 并且都用量越来越大的 并且只能是这个 暂时环节 长期的 那是你的失眠越来越严重 要呢 从行为印制治疗和功效营养 素等食品啊 进行综合全面调理 这个呢 是最佳的 是最聪明的 然后呢 你偶尔几次睡眠不好 不会对身体造成很大影响 不要紧张 那你今天听完我讲座了 听说睡眠这个这么重要 那你平时睡眠都挺好的 就最近那两天睡眠不好 那你也不要紧张 那你调整心情 然后呢 实在地补充一些 钙呀 美呀 这些 这些见效都很快的 钙美 壁毒温馨素这些东西 好好补上 那你睡眠很快就改善了 不要紧张 然后呢 很多睡眠都跟情绪有关嘛 所以你要保持 积极乐观的心态 然后运动也很重要 生活规律都很重要 你呢 就养成到点就睡觉的习惯 这个营养素呢 需要时间 不要求之过急啊 就是说呢 所以呢 这个补充营养素呢 有的人 挺敏感的 真有这个当天 就明显改善了 钙和美 帝族维生素 维生素D什么用 但也有的人呢 这个长期睡眠不好啊 然后体内这个什么呢 有点击重难返的感觉 所以呢 你要有足够的耐心 坚持用一段时间 这是我们健康的日常指标啊 一个就是你食欲好不好 你营养和食物吃的好不好 所以大家对一对啊 这几个指标 你做的怎么样 再一个呢 你每天喝水的量够不够 排便排尿好不好 这就是吃 能吃能喝 然后能排 再一个就是睡觉 睡眠 能不能这个很快的入睡 然后入睡了之后 保持的时间够不够长 这些都很重要的 所以这不是吃喝睡吗 吃喝拉睡啊 这个是我们日常的健康的日常指标 然后看你有没有能量 就是说你经历体力如何 情绪好不好 身上有没有疼痛 那你这些吃的好 喝的好 排的好 睡眠也好 能量充足 每天都快乐 情绪好 然后身体呢 没有任何疼痛 怎么样 这就是你是非常健康的一个标志 那就祝大家晚安睡个好觉了 那我就是讲的就讲到这里 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回答问题 这已经有人提问题了啊 你好 每天夜里一点和三点准时醒来 入后之后难以入眠 请问服用哪种产品合适 现在58岁 谢谢 就说你这个多长时间了 然后呢 用没用一些药物治疗 那呢如果是不是特别严重 时间也不是特别长 你可以从呢 Turn Down和Promise Sleep开始 或者是呢 你再用一个基础保健 刚才不讲吗 一个是Delete 再是手 再一个Turn Down 再一个Promise Sleep Promise Sleep呢 注意一开始喝的时候呢 你呢尽量是晚餐前空腹喝 不要睡前喝 睡前喝呢 有一些人对B族卫生素比较敏感 反倒精神睡不了觉 你需要给一段时间呢 让它吸收入觉 然后呢正好呢发挥作用 晚餐前喝呢 你这个晚饭呢也要准时 你也要呢最低呢 你也要这个六七点钟吃晚饭的人 那我也发现一些人呢 做餐馆的 那那他的晚饭呢 是晚上这个十点十一点吃 这时候过一会儿呢 他就要睡觉 实际上有些特别大呢 因为他里有B族卫生素 B族卫生素能增加能量 所以呢有些人反应呢 反倒睡不着了 然后我也最近也给一个 搞按摩的人这个弄的一些啥 这个效果也不好 为什么效果不好呢 他呢睡眠也很晚 到吃晚饭的时候 他不吃晚饭 所以我让他晚餐前喝呢 结果他的晚餐呢 可能也搞到这个 十点十一点或者是九十点钟了 结果你喝完之后 等到你要睡觉的时候 他有个时间比较短吧 没有充分的吸收物血 然后发挥作用的时间 然后他也是感觉 哎呀你这个也 睡眠好像是没有明显的 睡眠变好 所以特别大这个产品呢 一开始用的这个人 一定呢让他在 跟睡眠呢隔的时间长一些 怎么也得三四个小时 你看我们晚餐前喝 假设你六七点钟啊 我这个晚餐是指 你六七点钟就吃晚餐了 而不是说你搞到这个 九十点钟才吃晚餐 这样的人可以晚餐先喝 如果有些人就是这个九十点钟 才吃晚餐 那你就让他晚上 六七点钟就吃这个东西了 这三个东西你吃的试一试啊 那邵教授问一下您说的那个 B族维生素是B几啊 是B2B6B几啊 我说B族呢不是B2也不是B6也不是B9 族嘛是一个家族嘛 是B1B2B3B5 B6B7B9B12 那您说的这个综合的叫什么 就叫B族卫生素 综合卫生素呢是综合卫生素 那我应该买什么呢 我刚才讲这个B族呢叫B complex 英文是B complex 所谓族啊就是把B1到B12 这八种B维生素全包括在内了 所以它叫B族 综合卫生素呢是综合卫生素 综合卫生素呢里边是什么 卫生素ACE 什么这些干什么 哎呀你把这个举起来 那我应该买什么B族 B族卫生素产品呢 您够提供 您帮我提供一下好吗 你这样吧你叫我微信 哎好了好吧好吧好吧 行谢谢你啊 嗯没事 刘教授我想请问一下 嗯我是失眠已经差不多要七八年十来年 整整时间了 有时候是入睡呢 有时候是呃半夜里两三点钟醒了就要醒高天亮 呃就是靠安眠药 那么你刚才讲的呃 B我现在给你看的这个可以吗 这个是笔记他没写吗 你这个B complex嘛 估计他这个也是所有的东西都有了 但是呢你多大年龄 我是已经八十六七岁了已经 八十六七岁了 啊 然后你这个睡眠不好多数年了 也差不多要十来年了 就说呢 现在呢不知道你是从哪里买的了 加拿大这个我也不太 加拿大我是在某种里买的 对你你这个 你这个东西呢我也不知道这个 我也没吃过 我给客人呢也没用这个产品 啊 实际上老年人呢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吃的这些东西能不能呢充分的吸收 是的 呃就是说现在呢很多骗剂的东西啊 加上你年龄的增加 你的吸收率呢是受影响 所以呢你吸收不了多少 所以呢不能很好的发挥作用 另外睡眠呢 不仅仅是B族啊 钙 鎂 维生素B B族维生素 这四样东西呢都需要 然后刚才我又不减这个 讲四氨酸嘛 左旋的四氨酸嘛 或者是这个退黑素 对于你这个年龄的人都挺重要的 所以对于呢 对于你呢我不单独推荐 B族维生素 我推荐什么呢 我推荐你最低呢要用特恩档 和Prime Sleep这两样东西 特恩档呢 这个产品里边呢 把我刚才讲的这个 钙 鎂 B族维生素 都包括在内 除此之外还有维生素C啊 我们这里买得到吗 我们这里有买吗 你在这个 靠不靠买不到 你要是买的话呢 我可以呢 在美国帮你买 然后 那太麻烦了吗 李主席可以帮你忙 我过两天我还要上那个 这个猛城做讲座呢 我是 这个 11号 5月11号 那李主席邀请我做讲座的 那么我现在暂时先买钙片 我还吃那个维生素D3可以吗 可以 D3可以吗 D3 可以 钙维生素D3都可以 但是呢 达不到我讲课的时候那么好的效果 要想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还是用这个什么的 用美国的这些吸收率高的 我讲的这两个成品 才能达到我刚才讲的见证的那个效果 这有没有副作用啊 没有副作用 保健品都没有副作用 那也是每天试一次是吧 对 你要是把这些东西买了之后 你要不知道咋用的时候 我也会教你如何用 各个方面 谢谢 谢谢 谢谢啊 没事 你再有这个更多的问题的话 或者是你想如何用啊 如何买啊 你都可以单独加我微信 怎么加呢 李主席会教你 你在群里找着我 你一加就加上了 或者你不会加 让你这个家里的孩子 或者是让李主席他们教一教 好的好的 问李主席 好的 好的 我知道了 谢谢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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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我想请教教授 我这个Q10可以吃吗 Q10怎么的 Q10可以吃吗 可以啊 Q10 Q10能增加我们的能量吗 心脏不好的人呢 或者是 长期吃Q10对预防老年痴呆也有好处 增加大脑的能量 当然现在Q10呢 这个保健品市场就这种状态 什么状态呢 就是这个品质呢 参差不起 很多Q10呢 它里边都是 这个非常粘稠的 吸收不好 这个有人说 能否把你讲的保健品再讲一下 这个再讲一下得怎么讲 这个 我再摆几个主要的保健品 再干啥吧 再给你们稍微回顾一下吧 当然这个东西 大家不一定记不住啊 但是大致你知道什么意思 什么作用就行了 我就主要讲两个吧 一个是啊 就讲几个基础的东西 就是说大家用的比较多的 比较重要的 那我就从这开始 开始开头这几个讲一下 再强调一下吧 看能看到你们 能看到吧 一个是美啊 美很 美呢 是让大家放松的 当然美呢 你要单独买的话 很多保健品 这个Costco什么的都有的 但是呢 你要是买 Iso Tonics这个品牌的话 它的吸收率比较高 平时很多吃钙片的 吃美片的人都有的 但是呢 很多公司的生产的这个东西呢 它吸收的不好 有的人成片吃 成片拉出来拉 这些呢 我们都看到的 所以美很重要 再一个呢 就强调钙很重要 为啥有9点卖 不就是9点吗 钙呢 也要买这个Iso Tonics 吸收率高的这个钙 这个钙和美都能让你镇静的 并且呢 钙和美你缺乏以后呢 你这个骨脂疏松 也容易疏松 所以呢 甚至有人打呼喽 都是低钙的 有人稍微胖点 然后打呼喽 还有估计睡眠 暂停动和症 这些东西都是缺钙 这个就是我说的B Complex 那美国的这个呢 也是Iso Tonics 吸收率高的 然后呢 B1到B12全有 所以它叫Complex 这个 这个就是我刚才 我推荐很多 睡眠不好的人 你首先使用这个 Turn Down 这个Turn Down里边呢 它就还有什么呢 还有左旋的色胺酸 这个左旋的色胺酸呢 能帮助你合成退黑素 然后刚才不讲 钙和美很重要吗 那这里边呢 钙也有了 美也有了 然后B2维生素也很重要吗 它B2维生素也有 所以呢 你吃一个这个呢 就相当于钙美 B2维生素 还有左旋的色胺酸 都吃 这样呢 这几个产品 综合的作用的结果 就能对于你呢 睡眠 比较快的进入睡眠 特别是有一些人呢 倒在床上 多长时间也睡不着 这样的人 效果比较好 这个呢 就是讲退黑素 退黑素呢 我们自然的 我们身体呢 就能合成退黑素 那么这个产品呢 这个英文名呢 叫这个什么 叫Malatonic Malatonic这个产品呢 你就看着英文 那个名上 这个加拿大各种 这个不管是加拿大 美国了 只要有卖保健品的地方 基本上都有这个东西 当然这个东西呢 我讲的这个Prime Sleep里边 不是单纯的这个Malatonic 但是很多保健品公司呢 它只卖这个单纯的Malatonic 它也有作用 但是有什么缺点呢 只有这个一种东西 这个作用吧 没有呢 那个里边还有其他 别的植物精华成分更好 就说呢 虽然这个东西好 但是呢 我们也不能呢 让它这个量太大 因为这个东西呢 它必定是一个激素类的东西 是这个退黑激素嘛 它也是一种激素 这种激素呢 你量用的比较大的话 用的时间比较长的话 也依赖了 也有依赖性啊 所以这个东西呢 如果你相对的比较年轻 然后呢 你这个睡眠呢 也不是说一直睡眠不好 你呢 我们主张呢 连用三四天之后停几天 单有的年龄八九十岁了 然后呢 你整体的这个退黑素水平都低了 你实在呢 补一补 就是一直补的 也没事 这个没有任何副作用啊 对身体很有好处 还有一些抗氧化的作用 你看这强调了 抗氧化 阻断自由基 这些作用都有的 对于健康的免疫和炎症 都能这个抑制一些炎症 甚至它能促进这个什么 这个IGF1的这个合成 这些呢 对于我们这个糖的代谢都有好处 这里边呢 这个Prime Sleep这个产品里边 有左旋的色胺酸 然后呢 也有左旋的茶胺酸 这些都是帮助我们镇静睡眠的 都能通过促进 伽玛氧基酸 伽玛氧基丁酸的合成 促进了五香色胺的合成 来呢 促进 让你镇静 让你进入睡眠状态 然后斜草根 和这个啤酒花 这些呢 都是通过伽玛氧基丁酸的 这个途径 让你放松 让你进入睡眠 所以这个产品呢 这个Prime Sleep这个产品呢 它除了有退黑素之外 还有这 左旋的色胺酸 左旋的茶胺酸 斜草根和这个啤酒花 综合作用的结果 要比呢 我们平时 在这个保健品商店里 买的单纯的那个退黑素 买了Tony的话 要好的很多 就是说呢 它的依赖性 和副作用就减轻了 然后呢 非常好的在体内发挥作用 这个是Prime Sleep 主要的就是 大家用Turn Down和Prime Sleep 这两样东西 其他别的呢 那你就是干什么吧 主要用这两个东西 Turn Down和Prime Sleep 它俩合用 其他别的 就根据情况 像这个呢 就是主要针对的一些 更年期的 过了更年期 有的人到更年期开始 就睡眠不好 那呢 我推荐用这个 但是用这个 我现在不主张 单独用这个 也是跟那个前边的 这个Turn Down Prime Sleep 合用 效果更好 因为到更年期的时候 大家就缺钙呀 缺铭呀 缺维生素D 这些东西 就是把这几个 给你们稍微回顾一下吧 有的人愿意听 有的人这个 不一定对这个感兴趣 对这个什么 就是只是想听一听 这个睡眠的基础 就是什么 邵教授 就是您这个 Iso Tonic产品 我在Amazon上看到了 有卖的 那个可以买吗 可以买 但是Amazon比较贵 是吗 对 我是从美国直接来的 然后呢 让李主席呢 帮着你们来 来干啥呢 又便宜 然后呢 又能保证品质 那好的 邵教授 美国在哪买 美国在哪买呀 我在美国呢 在哪买呀 什么 你加我 你加我微信 好吧 我教你 好 谢谢您 您11号来讲座 是在蒙特利尔是吗 在蒙特利尔 这个你问李主席 那个地方 李主席说都 好像在当趟什么地方 都已经把这个会场 都已经预定好了 是初步定是5月11号晚上7点到9点 好像是两个小时 大家看看还有没有问题 然后下一场讲什么 大家喜欢听哪方面 喜欢听保护心脏 好 保护心脏 心脏呢 现在很多人基本上 心脏要不好的话 基本上是因为高血压 高打鼓唇引起的 惯心病比较多 很多老年人心脏不好 所以我就讲这个心血管保健 可不可以 心血管蛮重要的 对啊 很重要 邵教授 那个我说 我在这里药房里买的 退黑激素 对我来讲没有效果 可能你说的那个退黑激素 不一样是吧 对 我说的这个退黑激素不一样 另外呢 你这个退黑激素 如果改善的 还不是特别理想的话呢 你呢 估计呢 你年龄估计也不小了吧 也七八十岁了吧 八十多岁了 对 你看都八十多岁了 八十多岁的人呢 一般的是缺钙 缺铭 也缺维生素D 所以呢 你单纯的用这个退黑激素 效果不好的话 你一定要补充这些 基础的 很重要的这些 这些钙铭什么的 这些 就你刚才讲的那个 那个 那个药 你要用的话就用 腾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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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住了 它呢 它的一样东西 还是吸收率高的 那那摆这些东西呢 一次性的全给你补上 只有在Costco买不到吧 Costco买不到 阿玛宗人 虽然有呢 是比较贵的 那那我那是 现在是这样 这个 因为我这个讲很长时间了嘛 有很多人呢 都是提这个问题嘛 所以李主席呢 也跟我说 能不能呢 就想办法呢 也让大家这个听完课之后 想买什么东西呢 也能买到 这样呢 通过什么方法呢 这个大家可以把这个东西 把这个钱呢 交给李主席 然后呢 我在美国呢 在网上给大家订好了 两三天就到货 这样呢 就是有李主席 在这帮助大家把关嘛 这样呢 我也能 你们也能放弃 然后呢 也能 好的 好的 太好了 大家呢 把这个品质比较好的 反正主要帮助大家吧 解决大家的实际问题 就是说 现在呢 这个有些事情 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为什么是没办法的事情 感谢